如果你是iPhone的,大致上其實也是差不多 就是你設定完了,然後呢 它這個地方要允許,有沒有 也是一樣,就是你在用的時候要允許它有一些設定 通知啦,其實鍵盤這裡,有沒有看到一個鍵盤? 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有個訊飛的鍵盤跑在這裡? 有 那你要允許勾起來 然後完整存取 這樣OK嗎? 你的字很大 就是這兩個地方 等於說在iPhone的部分,它那個鍵盤要先起來 不過iPhone它有好處,它鍵盤可以挑 但是在Android就沒有得挑 好,這樣就好了 那我現在就把它進到它的 Line裡面啊,或是備忘錄好了 我現在要一樣進到備忘錄這裡 這看起來沒關係嗎? 沒關係 沒關係齁? 不要想說喔,你這些有的 我那個有 我這樣增加有沒有 那iPhone要去哪裡切換輸入法? 我家 有一顆地球有看到嗎? 有 按住不要放 有沒有看到的? 有 那顆地球按著不要放,這裡是不是可以選輸入法? 這是iPhone的切換方式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是 那另外一個 iPhone有個好處就是 你看那個輸入模式 你是不是可以選擇要手寫的啦 還是那個筆畫的 比較 一般,因為現在九件的大家現在比較少用 而且我們傳統的手機 有沒有 比較小的那個時候 所以如果你要手寫的 我就把它換到手寫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但是預設我們要變中英文嘛 所以 還是一樣 你先從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這個 有一個那個Logo 這樣我覺得訓飛 好 這在這裡 你自己記得 它就可以進入 有沒有設定就跑出來了 設定 就左上角這裡 就是你找一個可以輸入文字的地方 可能是Line啊或什麼都沒有關係 它那個鍵盤就會跳出來 好 那 我要變反體輸入 這裡先勾起來 有沒有打個勾 這個地方 這樣你打出來就是 我們講的正體中文 第二個 我們再往旁邊看一下 文字更多 這個不用 你就按更多設定 好 啟用 輸入的設置鍵盤 還有手寫我們看一下 剛剛輸入的設定 我們已經都OK了 這裡 已經不需要再做設定了 好 回到上一個 我們看一下鍵盤 剛剛也選好了 鍵盤的選擇這裡 它的好處就是 那個鍵盤 在iPhone裡面才有 就是綠色有勾勾的 是這個鍵盤是怎樣 是你可以要看 或不要看到的 比如說九鍵的 我們現在這個不常用嘛 你就可以說 我連看都不想看你 所以你在選鍵盤 就連這個都不會選到 好 所以這個是iPhone裡面 有這樣的功能 筆電的也不用 對不對 所以我就留兩個 跟這個 留三個 就這樣就好了 好 當然你沒有設定也沒關係 這是鍵盤的 那我們再往回頭 手寫的我們看一下 好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是台比的時間 來 有沒有看到一個 叫竖屏手寫模式 有 手寫設計這邊 你就把它看一下 有看到疊寫跟連寫了吧 有 就是 因為不同作業種不一樣 疊寫比較不好 因為大部分都發生在海上 不是嗎 最近不是又有那個事件了嗎 對啊 海上才會有疊寫 我們在路上就連寫 多瑪利亞 好 所以這樣會了吧 嗯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語音設置 來 這裡 國語化 有沒有看到普通話 對不對 這裡普通話 好 按一下 它的很多關卡 對 方言 有看到嗎 嗯 按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國語台灣 有沒有閩南語 這樣看了齁 對 就是 我們 算是方言的一種 這樣了解嗎 哈哈哈 好啦 如果你真的 平常是用這個來做長文件的 Android Night也有 就是你把這個勾起來 蘋果的比較好 那它在長文件的等待時間 就會等待長一點 喔 這個是 好 等一下 把它電大概三秒鐘 這樣 喔 這是秒 一直等它下載 按確定秒 對 好 這樣差不多了喔 那我們就可以試看看喔 你看我就回頭了喔 好 現在我重新進到這邊來 它已經在這裡了對不對 對 所以呢 來 一樣這裡有這個表情符號 它說長按 有沒有就上去了 按了好幾個齁 那這個呢 它的這裡是有一個返回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喔 對 所以 有點不一樣 好 返回 那你在這邊如果你要打中文就按一下 就那個 中文 有沒有這樣就上去了 這樣就可以連續寫喔 就可以連續寫 好 OK 所以像這樣子 在這裡 第一次用 有沒有要儲取麥克風 有 你不覺得跟我們在電腦上都一樣嗎 就是那個全線 你一定要先允許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真的來試看看喔 講進去 有沒有進來了 嗯 對 這樣標點符號 是不是也進來了 好 那記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切換為 其他的輸入法 就是按住這個 地球 有沒有就可以切換為 你自己平常喜歡用的 嘿 這樣OK嗎 這是在iPhone的設定方式 好 iPhone的設定方式 給大家參考一下